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MichaelPK老师 从今天开始,我将带领大家学习一门大数据方向的课程 也就是10小时入门大数据 学习本项目是这样的一个前置的基础知识和要求 本门课程它的入学门槛是非常低的 那么第一点,我们要了解一下Java SE的一个基本编程 只需要你懂得Java的语法,了解Java SE的基本知识就OK了 第二点,我们了解一下Ninux产用的一些命令就OK了 因为我们大数据的框架大部分都是跑在Ninux系统上面的 所以对于Ninux的基本要求,大家能够掌握一点就OK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门课程的一个环境的介绍 第一点,我们Ninux版本我们采用的是CentOS 6.4 当然你们可以采用其他的版本,或者说其他的操作系统都是OK的 问题不是太大,如果你们觉得基础不是太好的话 我建议大家使用我一样的环境,可能能够屏蔽掉一些问题 Hadoop的版本我们选择的是CDH的2.6.0-5.7.0这个版本 因为CDH版本也是我们现在公司当中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带你们用的基本上都是公司生产环境上面使用的一个稳定版本 那么开发工具呢,我推荐大家使用的是RDEA 我们课程里面也是使用的RDEA 当然有一个同学可能做加瓦,做的比较久了 你也可以使用Eclipse,MyEclipse都是可以的 开发工具你们就选择你们合适自己的,顺手一点就OK了 那么同时考虑到不少的小伙伴可能会卡在我们环境的安装之上 所以我会提供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是已经安装好了我们整套课程的OOTB的开发环境的一个镜像 也就是开箱即用的 你们只需要通过你们的虚拟机软件 把我们的Linux它的镜像给它打开就行了 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助小伙伴们快速的进入开发 那么前段时间我在木科网上面推出了一套实战课程 也就是大数据Spark Circle木科网的日识分析 当时这门课程的定位是给在职的工程师快速转型大数据崗位的 这门课程推出之后 在评论区以及咨询区已经看到有不少的小伙伴问一个问题 就说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关系 那么我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问这样问题的小伙伴 首先你第一点你肯定对于我们大数据是有一定的兴趣的 同时呢你对大数据可能了解的也不是太多 虽然我平时的工作是基于离线处理 还有一些牛处理的这么一些领域 虽然我对于机器学习研究不是太深 但是基本还是知道的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智能 这些都是我们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和发展 的确需要有非常大的依赖我们的大数据这门技术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想学习什么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话 那么对于大数据这门技术的掌握肯定也是必须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张图哈 这张图是以深度学习为例 吴文达吴文达是业界全球范围内非常知名的一个大流 他曾经做过一个比喻 他把我们深度学习比喻成是一个火箭 那么你的火箭要上天 它的核心就是引擎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图上写的这个引擎 引擎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神经网络 那么这个引擎之下 你要飞上去的话 肯定是需要燃料的 那么这个燃料其实就是大数据 所以说这个大数据 它是构成了整个火箭之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我们燃料 你想上天你有引擎还不够 你还得有燃料的支撑才行 对于深度学习来说 虽然大家熟知的一个例子 应该莫过于前一段时间 我们阿发口战胜的科技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科技界的一个事件 肯定都有所关注的 那么从2015年10月份开始 那么阿发口他战胜了欧洲的围棋冠军 那么再到150天之后战胜了女士时九段 那么再到战胜科技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 那么阿发口他学习围棋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 跟我们人类其实很像的 第一点 他给阿发口输入了有3000多万步 这3000多万步是什么呢 是人类围棋大师的一个走法 现在来输入进去 然后呢 让阿发口自我对异 对弱 你看这地方有3000多万局 那么自己就积累了有一些胜负的经验 那么在自我对异的过程当中 训练的过程当中 他会形成一个全局观 那么他可以对局面做出一些评估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涉及到一个策略网络 经过这个策略网络 给出我们落子的选择 因为他已经输入了好多走法 可以根据移输入的东西 他自己进行学习 从而判断如何进行一个落子和走位 随着这个训练的增加阿发口 他还是在不断进步过程当中的 因为他是自我学习 阿发口他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神速的 那么他的关键就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大数据的一个积累 那么毫不夸张的说 大数据就是单精各种前沿技术的一个基石 今后的应用也会发展的越来越广泛 而对大数据不了解 平时接触不是太多的 心存敬畏的这些小伙伴 我想对你们说的是 大数据并不是那么很神秘的一个东西 其实学习大数据针锋起始 随着这个员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 我相信你们如果能掌握一些大数据的技能 对于你们找工作 肯定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我推出这个10个小时 入门大数据这门课程 想让这一部分小伙伴 就是说对大数据感兴趣的 但是有心存敬畏的这些小伙伴 能够揭开大数据神秘的面纱 让他们轻松入门大数据 通过这门课程能够步入我们大数据的领域 既然要学习大数据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大数据的生态圈 其实在当前的社区 或者说当前的工作岗位当中 接触到的生态圈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Hadoop的生态圈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Spark的一个生态圈 生态圈里面是有很多组件 很多框架所构成的 因为每一个组件 每一个框架 它都有自己的适用场景 那么在工作当中 其实是很多生态系统里面的框架 组合进行使用 才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些功能的 那么在Hadoop生态圈里面 我们肯定经常会听到 比如Hadoop啊 Hive啊 Hbase啊 Jokeep啊 等等这些框架 那么在Spark生态圈里面呢 那么就包括有Spark里面的Spark Spark Streaming啊 等等这些的 那么这些生态圈里面详细的讲解 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后面会有对应的章节 做专门的讲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本套课程的一个课程安排 因为Hadoop是我们大数据的一个基石 也就是说Hadoop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重点 我会在本门课程的前几章当中 先对我们大数据的概述 和初始我们的Hadoop 在这个两个章节里面 会对Hadoop的生态圈 以及里面常用的一些概念 对大家做一些讲解 那么后面呢 我们分别会通过Hadoop里面的核心组件 第一个就是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第二个分布式资源调度框架 第三个分布式计算引擎 这三个章节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这个Hadoop三大核心组件的原理以及使用 那么这些基础的部分讲完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实战阶段了 那么基于Hadoop来完成我们木克网日志的分析 我们分析的一个需求 就是分析木克网用户使用浏览器访问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有可能是使用Klum浏览器进行访问的 也有可能是通过IE 也有可能是通过我们FiveForce等等 那么我们要统计的是 基于用户访问日志来分析和统计 我们浏览器使用的一个数量 以及它的一个占比情况 那么除了Hadoop项目实战之外 我还会教大家发现我们Hadoop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集群 因为在工作当中 我们必然使用分布式这种架构来处理的 所以这个分布式集群的搭建 也是希望大家要掌握的 后面还会带大家把我们Hadoop和Spring 把它结合起来使用 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大数据的框架 如何跟JavaE里面的Spring的框架进行整合使用 那么从我多年的企业级大数据处理的经验来看 构建以Hadoop为基础的大数据处理平台 那么最核心的开发技能肯定就是理解这个HTFS YAM 然后Naviduse它的架构和使用 因此我希望大家这部分的内容 从环境的搭建 框架的理解以及到我们编程这个方方面面 我们都是需要掌握的 要大家自己多动手 希望大家跟着我上课的节奏 一定要多动手 把我们讲的案例自己动手完成好 除了讲解Hadoop基础 以及Hadoop实战相关的东西之外 我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拓展的知识 那么就包括有Spark、Flink、Beam 带大家对这些框架做一个入门 介绍一下他们是如何进行使用的 我们在课程当中使用的版本是Hadoop2.X系列的 因为Hadoop2.X版本在生产上面用的是最多的 由于Hadoop3它也推出来了 所以我们也会带大家对Hadoop3.X的一些新特性 做一些讲解 一个是前沿技术的拓展 第二个是Hadoop3.X的新特性 相信能帮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大数据生态圈的一个全貌 为大家将来进入大数据领域 找到位置和坐标 跟上潮流 长久的发展下去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正式进入课程吧 我们开始第一章的学习大数据的概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个章节的课程目录 第一个我们先从两个大数据的一个故事开始说起 让大家对于大数据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大数据的一个背景 第三个我们要看一看 了解一下大数据里面的基本概念 第四个既然有大数据了 那么大数据里面涉及到的技术有哪些呢 第五个大数据和原来的传统的一些技术对比 带来的技术挑战有哪些 第六个大数据所带来的思维变革 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先从一个小型的数据分析案例说起点球大战 我们在足球里面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点球大战发生的 是不是 左边这张图描述的其实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那么德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阿根廷 莱曼当时他手上从其他的从应该是卡恩手里吧 借过一张纸条 这个纸条上面其实当时记录的是阿根廷队员 发点球的那些队员他比较习惯于发哪个角度 这个纸条上面都有那个很详细的记录 那么在点球大战的时候 其实莱曼他扑出了好几个点球 进而带领德国队进入了四抢 这是一个案例 是在06年的时候 那么在16年也就是去年欧洲杯的时候 德国的门将现役门将是洛伊尔对吧 他当时手上有一项更为先进的一个武器 当时这项武器也帮助了德国队 在于意大利的那个点球大战当中胜出 其实这些案例描述的是 在足球界已经有非常多的数据分析的 这么一些软件都存在了 他会根据你的对手 平时比较喜欢踢的点球的角度 或者说左脚还是右脚出脚 这些东西他都有很明确的记录下来 那么我们在点球的时候 应该是朝着他平时更喜欢的那个位置去扑 扑中的概率就会更大 对不对 其实德国术协他们与SAP 这家软件公司是开发的有好几款 这个数据分析的软件的 他的目的就是挖掘大数据分析的潜力 在赛前发现对手的一些强点和弱点 当然如果对手比较强的话 我们肯定要使用特定的战术来规避他 那么对于他的弱点 我们肯定打蛇要打七寸 对不对 要朝着他的弱点去攻击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使得你最终比赛 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这是第一个案例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我相信大家经常会有在电商网站上面 购物的一个习惯 那么电商他会把假货卖给谁呢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网上买大牌的化装品的时候 你在提交订单到发货之前 那么系统会查询分析你在全平台的一个购物数据 这些数据我们能够拿到 比如说你购买的均价是什么 你在什么时候购买的 你常购的品牌有哪些 你的退货率又是多少呢 通过这些东西他能够建立一些标签 然后根据标签来给不同的人发的是真货 还是假货或者说是高反品 如果你在同类产品消费当中 你倾向于购买的都是一两百块钱的东西 那么系统就会判定你没有用过大牌的一些真品 在后台将会给你标注为低风险 那么有了这个标签之后 发的货就有几率是高反品 如果你的购买记录里面 已经多次购买了某一个大品牌 而且价格都是不菲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收到真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非常大了 还有一点就是在电商系统里面的那个推荐系统 你买了什么东西 你买了电视机 他很可能下次给你推荐冰箱 因为你最近几个月很有可能都在搜一些与家电有关的 可能你家正在专修 那么他会把一些类似的家电产品都推销给你 也无形当中可能会提高他们的一个商品的一个销售量 我们既然使用大数据分析肯定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你分析出来的结果必然对于你们公司是能够创造价值的 如果说你分析半天没有任何价值 那你觉得用大数据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的一个背景 随着我们web2.0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其实大数据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因为我们每时每刻所创造的这个数据的速度是不断的在加快的 各行各页里面数据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 从原来的gb到tb再到pb 这些数据增长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而且数据的类型也越来越多 有预置啊有视频啊 地理位置信息啊等等 随着我们云计算的谱期 数据它也越来越集中在我们的云章的服务器上面 我们只要数据存在服务器上面就好办了 我们就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各种挖掘和分析了 典型的有哪些场景呢 科学的数据 物联网的数据 然后交通的数据 其实交通的数据你看看 这个你的车的gps信息就有很多很多了 对不对 然后你在哪个路口 你在哪个卡口过去了 有没有闯红灯啊等等 有没有超速啊 都有记录的 然后社交网络的典型的话 微博啊 还有我们的微信啊 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的哈 零售的数据 还有金融的数据 那么这些场景下我们无时无处都存在的大数据 所以这个大数据是与我们生活当中是息息相关的 只是有时候你并没有直接体验到而已 它其实是存在的 我们来学习一下大数据的基本概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的定义 如果要让你对大数据下一个定义 我觉得很多同学肯定第一感觉就是你既然是大数据大数据 那么它的量肯定很大 所以量很大 其实这种理解也不是一定准确的 因为这个东西 下定义啊 对大数据就好比于我们蛮人模像 每个人对于大数据 他都有自身的认识 不同的人的场景 对他的这个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哈 量大 正常情况下 它是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描 大概性的描述 但是也不准确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 不一定说它的数量一定要大 但是我们必须要从中能够挖掘出我们所需要的价值 最终为我们带来商业上的利益 这才是我们大数据分析的最终目标 对不对 所以针对于这个定义啊 有一家权威的咨询公司 他是给这个大数据定了一个4V 什么是4V呢 其实就是四个单词 每个单词是以V开头的啊 它叫4V 那么我们来看看每一个V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V 这个V 左上角这个啊 这个很明显 就是它的数据量很大 比如说由原来的GB到TB再到PBZB等等等等 数量是越来越大的 这个是能够符合我们大数据的一个特殊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的类型繁多 各种各样的类型 比如说它的数据源可能比较多 对于企业内部 我们很多应用系统会产生日资信息 这也是一种数据源 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兴起 微博啊 社交网络啊 传感器等等 也会带来很多的数据源 这是一个数据源 还有数据源 还有数据类型也比较多 有结构化数据 有非结构化数据 有视频啊 音频啊 文档啊 半结构化的等等 有很多啊 还有一些是关联性比较强的 也就是说数据和数据之间是频繁进行交互的 比如一个游客在旅行途中上传的图片和日志 那么这样子的话 它就与游客的位置和行程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 你们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经验 当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走到哪 一般都会收到很多短信的哈 不管是垃圾还是非垃圾的短信啊 给你推荐各种各样的东西 是不是 这种其实也是我们数据分析的应用之一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value value怎么理解呢 其实就是一个价值 价值你挖掘大数据 你要从很大的量里面的数据 你要挖掘出你所需要的价值 这个就好比于我们在沙里面去淘金 对不对 因为你要从海量数据当中挖掘出 我们比较有用的珍贵的信息 这个难度是随着你的数据量越大 它是难度就越来越高的 对不对 这个就所谓的价值密度比较低 你要从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范围的 一个数据里面找出你想要的东西 随着这个内容越来越大 你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 这个就是一个价值密度比较低 还有第四个 第四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就速度快 我们大数据诞生之初 很多情况下都是基于日志来做批处理分析的 是不是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刚开始的时候 用mabuse hive来进行处理 随着我们业务的发展 批处理肯定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需求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后面就诞生的流处理系统 比如说storm或者是spot streaming 这些框架它的处理速度要快 实时性要高 而且通流量也要高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使得我们不会浪费我们的商机 比如说北京某一天有那个雾霾天气 那么推荐商品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电商网站推荐商品的时候 肯定会优先把一些口罩之类的推荐给你 是不是 这个就必须要有实时性 否则的话 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雾霾今天晚上就过了 你们的数据平台 进行处理的时候 处理完再给你们推荐 当然是离线处理 你都晚上再来处理完 第二天再给你推荐人家雾霾早跑光了 是不是 你觉得这样的话 能为你们公司带来很大的商业价值吗 不是的 所以说它的速度要快 那么这就是我们大数据的四个特征 俗称4V 这里面的含义 我们自己要稍微体会一下就行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大数据4V的一个特征 那么大数据到底要解决的问题就哪些呢 我这里面画了一张图 这张图其实就是我们对前面这个4V的特征在做的一次描述 我们有多样的数据类型 含量的规模 快速的数据流转 我们要从这么多东西里面去提取出我们要发现的数据的价值 要把我们的价值密度给它提高 这才是我们大数据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你涉及到的这个规模有TBPBEB 你的数据流适的这个是实时的 进实时的还有VP字的对不对 对于数据类型有结构化的 非结构化的半结构化的 以及其他的 我们要从这么多东西里面 你到底是批处理还是实时处理呢 你要从这些真引擎里面 通过这些真引擎 把我们所需要的价值给它发现出来 给它挖掘出来 为我们公司创造价值 这才是大数据技术要解决的问题所在 我们来学习一下 大数据所涉及到的技术有哪些呢 第一个必然就是数据采集 你想一想 你的日识如果是分散在各个地方 你要进行大数据处理的话 你第一步必然是要把各个地方的数据 给它都收集到我们的数据平台上面来 我们才能做后面的数据分析和挖掘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要解决数据存储的问题 原来我们虽然小的时候 你可以存在几个机器上面就行了 那么现在我们随着这个存储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来解决这个量大的存储问题呢 这个也是我们肯定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 现在数据相当于已经采集过来存储在我们的文件系统上面的话 比如说那么存储完以后我们就要对这个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分析和挖掘 那么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来解决我们特定领域的问题呢 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处理框架的技术选行的问题 第四个 你数据分析完挖掘完以后 我们最好的方式应该是通过一个可视化的方式给它展示出来 否则的话你的数据都是在后台的存储的系统里面 你没有办法给销售啊 或者说售钱或者说领导去展示我们挖掘的效果 挖掘的成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肯定还涉及到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技术 对不对 其实我这里面所说到的所涉及到的技术 对于我们Hadoop生态系统里面 它都是由对应的一个或者是N个解决方案 把这些框架或者技术综合起来 就达到了我们大数据数据平台分析处理的这么一个能力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大数据在技术架构上面 到底给我们带来了有哪些挑战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 对现有数据库管理技术上面挑战 我们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现在产生的数据如果想存储在传统的数据库里面 其实已经不太现实了 即便是我们传统的数据库有集群的概念 但是基本上也是不能够处理TV级别以上的数据分析的 所以现阶段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使用结构化的一些查询 或者结构化的一些存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因为我们原先的话都是使用关系数据库的比较多 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对于经典数据库技术 并没有考虑这个数据的多类别 你想一想我们原来的数据库里面 它可能只有一些结构化的数据 比如说你定一张表 一个人人员表有ID有name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要存储一些什么Json或者是Paki这样的一些格式的文件的时候 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别的压缩的或者其他的 对于这些东西我们经典的数据库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满足了 第三个实时性的这个技术挑战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数据所产生的价值是随着我们时间的流逝而大大降低的 所以当数据产生后 我们要尽可能快的对我们的数据进行处理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电商网站或者电商里面的一些推荐系统 早些年的推荐系统 它都是基于P处理来进行的 比如每隔半天或者一天进行数据的计算 然后再进行推荐 这样的话就有很大的延时 对于订单的转化而言 它的效果有 但是不是非常好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实时推荐 那么这样子的话 必然对于公司的营收是大大的提高的 这个对于我们传统的技术架构也是不能支持的 我们计算一下看 还有对于网络架构数据中心和运维的挑战 我们每天所创造的数据量是成这个爆炸式的增长的 那么这么多数据如何进行高效的收集 存储和计算呢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数据中心要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而且随着快速增长的数据量 所需要的机器也越来越多 那么对于运维团队的兄弟们来说 它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看大数据带来的其他的挑战有哪些呢 第一个对于数据的隐私 其实现在来看 如果没有任何数据隐私 你每天所产生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点 你用手机访问了什么网站 你现在的定位在哪里 你等会去哪里 这个安全隐私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好比就是一个人全部陋落的暴露在我们的数据平台之前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数据隐私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 你们有没有体验吗 这样的 你们如果买了房子 没一会儿没几天 会有各种专修电话或者东西 全部都给你打电话打过来了 因为你买了房子 你提供的手机号之类的 没有什么任何安全的措施 能够保证 他们把你的号码拿去一卖 能够挣更多的钱 是不是 所以这个安全隐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数据源的复杂多样 这地方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源 各种各样的数据格式 你能否完全做到兼容呢 前面我们解到了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挑战 那么有了这些挑战之后 我们如何对我们大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呢 随着我们数据规模的增转之后 当机的系统肯定是存在着很多瓶颈的 比如说对于你存储的容量 你一个机器或者是你的几个节点的极型的机器 存储的容量必然是有限的 第二个你的读写速度 第三个你的计算能力 这些东西肯定都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用户的需求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谷歌他提出了三大关键技术来解决 这个大规模数据的存储和处理 分别是什么的 你存储不是说有问题吗 是吧 存储有问题 他就有一个GFS 就是谷歌的一个文件系统来进行存储 第二个你读写的速度不是说不怎么样吗 他有一个BigTable 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数据库 这不想技术 然后第三个你的计算效率不是不行吗 他可以使用MapReduce这种计算框架 能够来解决大数据产景的存储和处理 这三个技术可以称得上是革命性的技术 我们随着后面课程的学习 你们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大数据处理的生态圈里面的很多框架 他都是基于谷歌的技术过来的 那么有了谷歌的这些技术以后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变化 第一点就是谷歌推出的这些技术 可以部署在我们的PC的机器上面 普通的PC机就可以 并不需要什么大型机或者是高端的存储 因为这些东西存储的设备 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在银行或者运营商里面 它都是使用的什么大型机小型机之类的 而谷歌的技术 它是能够满足在简单的 或者说普通的廉价的PC机上面进行处理的 第二个变革就是 我们既然是在PC机上面运行 那么成本比较低 你就要保障你的机器的一些故障 比如说你的机器坏掉了 你这个机器坏掉了 那么我们的大数据处理还能否正常的进行呢 我们必须要对这些硬件的故障 或者说容错要做到非常好 才能够在生产上面进行使用 对不对 我们进行看一下看 那么虽然现在是有了谷歌的三大技术 但是有一个问题 谷歌它只发表的技术论文 它并没有开源的实现 它所有的东西是没有开源的 换句话说 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是不是 其实不用担心 谷歌的论文出来以后 在社区上面就有一个模仿谷歌大数据技术的开源实现就来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 回头这地方mable use 是不是 我们就出来了一个hadoop hadoop里面也有mable use 这里面有个big table 我们hadoop生态系统里面也有一个叫hbase的东西 对应于它的实现 gfs呢 hadoop里面有一个hdfs 就是hadoop的文件系统 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系统都是从论文做的开源的实现 如何学好你的大数据呢 我这地方为你们也总结了几点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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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任何一个框架 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直接去查看它的官网 因为官网上面东西是最权威的也是最详细的哈 中文的东西你看翻译过来可能会有一定的实验 可能出来一段时间以后你才有中文的是不是 而且中文的哈翻译过来的那个准确性你也是不能够太当回事的哈 所以一定要看官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既然看官网的那上面全部都是英文是吧 这个也没有办法 大数据的这么一些框架 其实它的官方文档的英文说实话不是太难 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单词哈 那种晦涩难懂的不是太多的 大家一定要坚持每天积累一点 每天积累一点 那么一两个月以后 我相信大家 你对什么hadoop啊 或者是hadoop啊 或者是spark 它的官网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深的认识的 第三点我们要通过项目实战对知识点进行巩固和融会贯通 其实在官网上面 他给我们介绍了非常详细的怎么使用 当然他是针对于知识点的 非常零散的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些散的知识点贯穿起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项目实战课程的一个目的哈 我们一定要把东西穿起来才行 否则的话全部都是散的 你没有办法在生产上面使用 好第四点 我们建议大家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 比如说一些meetup哈 对于一些大城市都有 北上广啊 韩州啊 南京啊 都有 然后一些开源社区的大会 参加这个会的目的 一个是去了解一下伙伴们的公司里面 他们用这项技术来完成的什么样的功能 这是第一点哈 第二点你也可以去跟他们交一些朋友 对不对 那么以后对于你们的跳槽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可以让他们做 类推是吧 那么看入职的可能性就更大 第三个 还有一些线下的杀拢 这个跟前面这个是类似的 这个类似的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CSDN啊 或者是infoq啊 他们等等的一些活动哈 第四个 切记哈 我这边加红的哈 是多动手 多练习 贵在坚持的 一定要坚持哈 一定要动手 看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写出来 你看官网上面很多东西都有 但是当你写出来之后 你才会觉得可能还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学好大数据 我们在我们整套课程当中哈 我都是带你们从官网上面 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该做的笔记 我们会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全部给你们记录下来 那么在后续你们复习的时候 你看一下笔记 就知道哪些东西该怎么使用的 就能够起到一个快速的复习的一个作用